哈喽,大家新年好呀,我是神天组长 随时国产鸡娘的日益增多 在21年里又有不少优秀的作品 所以我准备为他们颁发几个奖 在颁奖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看看这21年里到底都有哪些国产鸡娘 顺带一提,如果在后续的奖项中 你我的观点如果重合的话 麻烦打一波实至名归哦 好了,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慢慢开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要颁发的是年度三好奖 该奖看重的是价格好,颜值好,设计好 入围的有预模到的锦衣卫 核能矩阵的狙击猎狐 降魂机的马超 那么究竟是谁能获自殊儒呢? 恭喜核能矩阵狙击猎狐威威安 该款产品的价格200不到 而且发型和肉色零件都有做哑光的处理 上手的质感非常棒 颜值虽谈不上 陈鱼落雁碧月羞花 但在国产机娘中已经是佼佼者了 再加上全身的装甲再配合上水贴 极具科幻感 可谓是21年国产机娘中的一股清流 大家所关心的拼装手感也是非常的顺滑 所以在租账心中 这一款产品无疑是三好奖的最佳人选 希望核能矩阵再接再厉 大家都很期待赛博森林这个系列 接着是最佳绅士奖 要满足这个奖 想必各位绅士们懂的都懂啊 入围的有核能矩阵天眼月兔 窝之壳水灼狼妹 窝之壳温奖 那么究竟是谁能获此殊荣 恭喜窝之壳水灼狼妹 在有可动眼的加持下 水灼狼妹的表情非常的生动 服饰方面又是各位喜欢的三点事 再加上这凹凸有致的身材 你说得不得劲呢 至于武器配件啥的 那就不多说了 相信单靠这一个主体 就能够让各位绅士们玩上一整年 好了 以上这两个奖 纯属从我个人观点出发 如有不同 还请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中 留下你们的看法 那组长我好奇问问 21年你最满意的国产之娘 是哪一款呢 也是期待22年各国产之娘的表现 让我们相约 明年的这个时候再相见 Ciao